记者王俊杰新竹报道,国民党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永全,今天下午出席新竹市服选督导会报,为市长参选人许明才造势,对于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杨文科9日与新竹市议会议长,无党籍市长参选人谢文进跨党派合体,提出现是合作跨欲治理的构想,而非与许明才连线, 曾永全并未正面回应,只不断希望相亲大力支持或党提名的许明才,曾永全说,新竹县市议会日前座谈垃圾处理,饮水等各项民生议题,之后中央委员会组织发展委员会有接到报告,讲述新竹县市之间的建设问题。 市党部今天办理的服选督导会报,就是要给年底大选获提名的市长、议员、李长参选人加油打气,许明才有国际观,也有丰富的市政经验,更是获党提名的市长参选人,希望大家全力支持他。 杨文科与谢文进跨党派合体,许明才受访时低调不愿回应,但团队仍发出声明稿,选前就谈现实共治,只是选举议题跟话术,毫无异议。 许明才团队声明稿指出,杨文科和其他非党籍参选人大谈现实共治,对他所造成的伤害,基于同志、老友的交情,他可以不计较。 但对他热爱的国民党造成伤害,他一定要严重谴责。 许明才认为,新竹县市的问题,就是水源和两地交界的交通问题。 为了民众的健康,他当选后一定会列为首要之物,全力协商解决。